欢迎你回到节目现场听海音说故事 现在天气这么的炎热 不过台北市信义区有这么一家专门卖鸡汤的小店铺 生意呢还是好的不得了 原来有上半族女生每天都来到这家店里来报到 那么这是采取油汤分离的鸡汤 而且是用老母鸡跟各种顶级食材一起熬煮了整整14个小时 跌盐又低卡 而且很好玩的是你看到呢 是用这种咖啡杯装起来 方便携带着走 想出这种时尚鸡汤的年轻老板的家里呢 是做屠宰场的 而且已经做到了第三代 那为什么杀鸡要用牛刀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现代袍丁如何发挥他的创意 酷热的种下黄色调的果汁坝 仿佛绿洲烧来的凉意 但是从饮料机倒出来的金黄色液体 不是什么解渴饮品而是鸡汤 大热天有人喝鸡汤吗 这群上班族女生就是死忠粉丝 几乎天天都来报道 很健康又不会过度调味 所以我宁愿走10到15分钟过来吃 其实我只有一个小时午休 我来回的时间就半个小时了 可是我还是愿意来 因为我一直希望喝到不油的汤 但是一般的鸡汤都好油 然后我每次喝汤的时候都要把上面的油给瀝掉 我心里想怎么有那么好的一个鸡汤 它是没有油的 然后我不用很辛苦的每次要把那个油瀝掉 清澈的鸡汤不油不腻 低盐低卡 热量比一杯中杯拿铁还要少 八种口味任您挑选 还可以客制化加料 一杯39块再搭配各种开胃小菜 尽管天气再热仍然有顾客上门红场 想出这种用咖啡杯装鸡汤怪典子的 是六年酒办的老板许翰章 在国外长大的他迷恋咖啡杯握在手心的感觉 回台湾后创意搞怪 研发中西合并的时尚鸡汤 12盎司的咖啡杯来取代 就是说一般传统概念的碗 或是说那种大的 让大家说喝鸡汤也有点时尚感 我们在煮的过程当中 会把所有的鸡油去过滤掉 所以它呈现出来的汤头会比较轻 最开始一天可能 可能连一杯都没有吧 所以连客人都 他们会觉得说为什么 鸡汤要这样子喝呢 买整只鸡回家煮就好了 或是说这种概念很奇怪 整整两个多月 不惜成本让客人免费试喝 许瀚章的无油鸡汤才获得外食组的青睐 想当初他花了半年的时间研发 从台湾头跑遍台湾尾 收集各种各地最好的食材 这个是新型名字 这个是花脸的单身 这个是花脸的岗龟 这个是金门王大夫的一条根 台湾新色的香菇 云云这边产的西洋芹 还有红萝卜跟洋葱 这就是我们鸡汤店里面所用的一些食材 配料挑好了重头戏才要开始 要熬出清澈可以看见人的倒影的鸡汤 至少要花14个小时 土母鸡汤烫两次之后 一边煮一边去掉杂质 最后还要经过油汤分离 才能够无油纯净 接着再倒入其他材料 我们现在要煮的是蔬菜鸡汤 我们用的是洋葱 红萝卜跟西洋芹 女生都比较喜欢蔬菜鸡汤 因为它在夏天喝起来比较清爽 这个是一条根 这个是枸杞 然后这个是档龟 我们都是以不齐成本的方式下去做的 为了抓住黄金比例 许汉章一天得狂喝上百杯是味道 用一种口味 比如说蔬菜的口味的话 这个西洋芹不对 就要换料然后再重合 它可能说 不是说一杯鸡汤只调一种料 它可能有三种西洋芹 四种西洋芹 所以每个都要做编号 然后都要去试喝 所以假如说以单一口味的话 一种食材大概都要喝三四十杯 那你假如说是又换食材 那又要多增加三四十杯 曾经最高一天 可以喝到大概一两百杯 是有可能的事情 其实在卖鸡汤之前 许汉章是载牛的 现在的工作还真的是杀鸡用牛刀 在国外来讲的话是先从鸡肉开始学 再学猪肉 再学牛肉 那我们是道士干政嘛 先从牛肉开始做 再往回做 做回鸡肉 拿刀子很有架势的许汉章 家里经营屠宰场已经第三代 他十三岁就宰杀人生的第一头牛 通过家族的成年礼 这是我们家族的传统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家族很难的礼 因为本身就是做这个 然后要去学习一下 然后也去体验一下大人能赚钱的辛苦 所以那个时候在十三岁的时候 就从国外回来放假 然后就去那边做学习 会犹豫说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因为很怕做出会被骂或什么 因观众要求许汉章展示他吃饭的家伙 这一把就是传说中的剥骨刀 剥骨刀 就是我们说一头牛从头做到尾 用这种刀就可以了 下刀之前还得穿上铁布衫和铁手套 这个是铁做的 然后这个大概有两公斤重左右 有些手是刀子比较不会 戳到自己的对子 这是有个保护的效果 铺手套 因为它这个戴上去之后 像我们在拿刀的时候容易划刀 像这个的话就不容易被划刀 牛刀这么利 被戳到的话 可能也要缝个一二十针牌 一身的盔甲护具 仿佛是中古世纪上战场的骑士 从十三岁开始拿刀 但是要达到刨丁解牛那种游刃有余 俐落的动作配合刀子起落的声音 仿佛古代桑林之舞的境界 至少得花七年的时间 一把刀从头做到尾 就是从二十岁开始 那肉是这样子 你刀一下下去 你就没有办法让它再复原了 你必须等下一次的机会 你才能去学得到说 上次的错误在哪里 所以我们都是一直这样不断去 不断不断这样偷学 然后去这样做 那家里真正就是放下来 就是他们的经验 跟他们说你要注意的事项 那像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许瀚章一开始没打算继承袍丁职业 他十一岁到英国念书 还去澳洲念行销硕士 兼打自由搏击 打到左眼换眼角模才停手 原想留在国外发展 直到一次应父亲要求 到澳洲的屠宰场见习 他才被提醒加传袍丁的责任 我爸当初是跟我讲说 那边叫我屠宰场去看一下 那我就过去了 过去了就顺便找份工作来做 也不错 没有想到说 真的会从国外回来会去做这一行 毕业返台后 许瀚章专心在牛肉厂工作 几年后他认识了土鸡王国第二代 邓随凯 两人专精的动物虽然不同 兴趣却相投 两个年轻人想合作市场上 没出现过的东西 一个人提供源源不绝的土鸡 一个人提供源源不绝的行销点子 就这样古之霸店面 咖啡杯鸡汤就出现在信义区的街头 专攻办公大楼 讲究养生的外食族 从最初的惨烂经营到现在 夏天还有客人来喝汤 虽说杀鸡烟用牛刀 现代刨丁许瀚章 成功颠覆现代人对鸡汤的概念 化界强生意 把游刃有名的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 谢谢